准备用掌声和欢呼声 有请出我们电影《天生不对》的两位男女主角 他们是宰宰周一鸣 还有小姐姐田妞 好 谢谢 谢谢我们非常漂亮的影城 布格里爱所有鲜花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西湖南海》影城 好的 OK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看完电影 今天看完电影之后 其实大家都会有很多话 特别是看到了两位大家心目当中 垂涎已久的男神和女神来到这里之后 大家更加的是现在 有很多的问题很多话想说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 对吧 千万不要说 还是主持人话好多 好 来来来 我们抓紧时间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男神 是先举手的 很难得 你不会帮女朋友举的手吧 好 来来 这位男神你 我们听啊 声音大一点 我想问一下那个 你感觉这部影片所传递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最大的价值啊 我觉得导演 导演他认为这部戏传递最大价值就是多多回去陪家人吃饭 这反而是他认为这部戏最大的价值 对我也觉得蛮认同的 反而搞笑的地方很搞笑 没有错很好笑 那他笑完之后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包括特别是亲情部分 包括用倒数的来去的方式来去去思考 是不是一天的日子不如一天 然后所以要我们去珍惜身边的人甚至是家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对我来讲是这部戏的价值 那那你我想我有个好奇 那像现实生活中的你是像那个华泽丽那么含蓄 还是像大夫妻 会那个有点欢迎比较那个可爱的大种类型呢 我都我都有 我我比较闷烧一点 我有时候很安静 有时候又很吵闹 对 感觉我男神在听很多女生问问题 好 谢谢 谢谢你来 来 我们给其他影迷一点机会 好 给后面这位女生吧 带黑帽子 一个白衣服的 没想到就是比方向包固一点血迹也这么不容易 啊 今天我是 今天是 今年是我跟我老公在一起的十年 今天是来求祝福的 哦 十周年了 对 那就祝你 幸福美满 有有有有baby了吗 有有有了 那就希望你就是 嗯 幸福你 哈哈哈 好不要跟我讲太多 小天姐也送上一句祝福吧 十年还蛮不容易 就很年轻也看上去 有于爱和白头偕老 谢谢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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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觉得特别的幸福 十年啊 你们能送到两位的祝福 那当然我希望你们收到这份祝福 还能够把这份祝福 库散出去 发朋友圈告诉他们哦 祝福你们这两个人是谁 好的好的 他们主演的电影是什么名字 好不好 让他们来走 我们一起吃我们的电影 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 给后面 后面这位女生 上去很久了 前面那个你再从小就变 我没有话筒 我用话筒 我先一大一点 先一大一点 跟我有关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从小开始 就是 看的第一部剧 就第一桶 其实很喜欢这一部剧 是小田姐演的 然后在里面演的名字叫雪儿 然后特别喜欢 很阳光很开朗很积极 然后当时就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我觉得 这次周一鸣哥哥 跟小田姐姐演的这一部电影 都非常的乐观开朗 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力量 我希望周一鸣哥哥 跟小田姐姐在以后的工作中 也可以一直向电影里面 一路顺风 非常的开心乐观开朗 谢谢 谢谢 哇谢谢 这位你们说得非常好 我们找人送给他好不好 很真诚 而且他也真的是说出了我们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主题 对不对 希望我们 而且听他说话特别开心 有没有觉得小田姐姐 小田姐姐 小田姐姐 小林哥哥 对不对 特别有礼貌 很有礼貌 谢谢谢谢你 也希望你也能够多多我们电影宣传电影带给你好运 好不好 谢谢你谢谢你 好我们最后一个机会 好那这位女生吧 就是这位女生 小田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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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就是从武汉 飞到上海 然后来这边看你 然后这次很巧 也是因为女主角也是我的女生 然后你们两个人合作 真的就是天生一对株莲必合 然后主要比安娜 我想知道你跟她合作的时候 就是是她给你的感觉 会是像妹妹一样 还是像哥们闺蜜一样 还是说比较像对象那样子呢 比较 比较像哥们 对对对 不是说她没有 没有 没有女孩子的魅力 而是 其实她是一个 很容易相处的人 应该这么说 她私底下 她也没有属于她自己的包袱 所以